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因为这一天给刮光了 那么梅林村的2月2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大日子呢 我们先来看看为了这一天村里的人们都在做些什么 梅林村是一个洞族与苗族混居的村寨 以洞族为主 也有苗族聚居的村屯 今年2月2 苗屯的任务是要出一个传统节目 台观人 离正日子没几天了 今天他们准备来一次带装彩排 以前在评书里经常会听到一个词 叫一巴掌宽的护心毛 今天这个评书里的词竟然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别说 只靠两根手指的涂抹 还真有模有样的 那边是一巴掌宽的护心毛 这边 大巴掌糊个大黑扁 只脱黑扁怎么够 咱得扮上 看吧旁边这位乐的 他乐什么呢 在台观人这个节目里 扮丑角的都是男扮女装 该涂黑的涂黑 该扮上的扮上 化妆完毕 今天的练习要开始了 好 别打开 对啊 对啊 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 准备了没有 好 准备了 准备了 好 好 好 打 打一点啊 水上快一点啊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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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看起来滑稽又搞笑 那么 台观人表现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宋朝年间发生瘟疫 人们纷纷的逃难 还有那个怪兽在这里作怪 所以这种群众都请来了苗王下山 为他们屈神 帮助他们赶跑那个要么要求鬼怪 这些抹了黑脸的丑觉原来是被苗王打败的妖魔鬼怪 苗屯这边热热闹闹的排列 河边也有一群人在忙活着 他们在忙着扎木牌 因为有一个千人放木牌的活动 以前这里的人都以放木牌为生 梅林村位于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大山里 放牌人要从这里走上千里水路 把木牌放到广东 去路贪险弯极 带着银子和银票的回程更是危机重重 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多悲剧故事 村民们为了纪念前辈这一段艰难谋生路 每年都有放木牌的活动 白天村民们为了2月2的大日子各自忙活 到了晚上村里更是热闹 动作快点 放一放 如生 这边这边两边动作搞快一点 住手 走 出手 这边 摆好造型 动作出啊 摆好造型 准备 1 2 3 4 5 6 7 8 2 2 3 最近这半个月 每天晚上赖永团的小广场上 都是灯火通明 罗云雷父女俩带着村民 在这里练习要表演的节目 5 6 7 好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罗云雷从小就爱好文艺 吹拉弹唱样样行 女儿在她的影响下也是多才多艺 每年春节一过 女儿就出去打工了 可是今年罗云雷跟女儿商量 希望她能留下来帮忙排练节目 人越多越好嘛 然后就每个人也都希望上这个节目 因为都有这个爱好 我觉得有爱好很重要 整个节目都是父女俩自己编排的 据说节目很有动家特色 也很有气氛 非常期待看到她们精彩的演出 梅林村晚上热闹的不只是辣永团 所有的寨子都是人声鼎沸 她叫石燕辉 这几天她几乎说不出话了 声音总是哑哑的 那个人太多了 你还一天喊一天喊 所以喊得就嗓子都喊得哑了 这次活动的几个大型节目 都是由石燕辉策划负责的 每个节目都有上千人 一个人要跟上千人喊话 嗓子能不哑吗 不过什么样的节目 需要上千人一起表演呢 比如这个动作大哥 动作大哥的艺术性 首先它体现在大 一个是多声部 还有一个是能多 你能少唱的也不好听 这是从艺术的角度 还有它原生态 没有指挥 没有伴奏 完全就靠领唱的一开口就定音 我好想看 我好想看 您可能会说这哪有千人呢 最多不过一二百人 我们现在看的只是分锁练习 除了排练节目 为了今年的大日子 村里还有一项很特殊的准备 这个要一对青年男女吃素七天 为什么是一对青年男女还要吃素七天呢 原来这对青年男女是村民的代表 在二月二这天 村里有一项盛大的祭祀活动 村里人叫做纪萨戏 萨戏是带领当地动族进行抗争的民族女英雄 以前很少有外人知道纪萨戏 见过的就更少了 在没改放之前 纪萨戏就是很年俗 很保密的 不给公开的 是很神秘的 解放后不再有统治阶级的镇压 也没有了外族的压迫 纪萨戏仪式也就逐渐公开进行了 二月二这天第一项活动就是神秘的纪萨戏仪式 素食了七天的青年男女取来凌晨最清纯的泉水 就是叫做顺水 拿来煮茶给他们杀水 祭祀时间一到 全村人手里提着祭品 浩浩荡荡向祭台走去 村民们一个一个上过乡之后 都会摘一片祭台上万年青的叶子 或者为自己带上 或者给身边的亲人带上 每一片树叶都代表着一份祝福 通过这个技术过来 村民都过来 幸福安康团结 号称东方橄榄球的是什么样的活动 一拥而上 这是在抢神吗 敬酒歌好听 敬酒观却难过 稍后敬请收看 梅林村的大日子 继过萨西之后 是纪念前人艰苦谋生的放牧牌活动 梅林村被都柳江环绕 村里人各个使水性 就算这样 当年为了糊口放牌出去的人 也是出去十个只能回来七个 村民们说 梅林村这一段河道已经算很平缓了 很多险滩急弯 不知道要比这里凶险多少倍 很多放牌出去的人 从此再没有回来 所以每一次与亲人的告别 都是一次生离死别 也因此而发生了许多悲剧故事 村民们根据曾经真实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 连拍了一个节目 是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 为了谋生青年男子去放牌 分手时一一惜别 半年过去了 同区的伙伴陆续回到村里 可是青年男子却没有回来 两年过去了 青年还是没有回来 女孩的家里本来就嫌弃男子家里穷 于是逼着女孩嫁给了地主 谁知道女孩出嫁后没多久 历尽艰辛的男青年终于回到了村里 当得知女孩已经嫁人 伤心欲觉得她在女孩的门外 唱了三天三夜的情歌 虽然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但那情歌却一直流传到现在 台关人也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 演变而来的一个传统节目 这些抹了黑脸 狼狈落魄 又有些滑稽的丑角 是被苗王打败的妖魔鬼怪 虽然台关人表演 对妖魔鬼怪进行了夸张的演绎 但当年梅林村请来苗王 在苗王的帮助下 共同战胜瘟疫和外族入侵 却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些妖魔鬼怪 便是瘟疫和一切不利于村寨的因素的化身 每年2月2 梅林村都要表演台关人这个节目 以驱赶灾祸 为村民祈求平安幸福 罗家妇女辛苦了将近一个月的节目 也在今天正式亮相了 跟苗族一样 跳竹竿也是洞族在欢庆时候的必有项目 罗家妇女把跳竹竿也编进了他们的舞蹈 不过您看 他们跳的速度可是够快的 罗春月告诉我们 这是为了配合音乐的节奏 加快了速度 如果您到洞寨做客 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客人跳这么快的 当然最重要的乐器 卢生怎么能落下 这段卢生舞可是老罗的得意之作呢 文艺表演压轴的是每年2月2的重头戏 洞族大哥 这么多的人没有伴奏 没有指挥 要唱整齐已经很不容易 更何况还分了很多声部 洞族大哥的总指挥却告诉我们 其实平时大家都是分组练习 他们只合练了一两次而已 对于土生土长的梅林村人来说 这倒不是事 他们从小就在歌声里长大 我都在歌声里长大 文艺表演之后 是一项很有对抗性的活动 号称东方橄榄球 现在一个球 而且很多人去抢 而且很多队去抢 所以就像橄榄球一样 你争我多 虽然号称东方橄榄球 但据说会比橄榄球更加激烈 有时候两三个队 有时候十几二十个队 甚至四五十个队都有 橄榄球也就两个队对抗 这一下几个队上场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活动呢 当地人把这个活动叫做抢花炮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 抢的其实是中间的这个铁环 铁环被花炮打向天空 谁抢到这个铁环并送到裁判区 谁就算赢 咱们这是盛会的第一炮 准备明放 明放第一炮 这个时候铁环在谁手里 大家完全不知道 只是向着人多的方向聚拢 突然一个人冲出人群 原来他是个打掩护的 手里真正有铁环的是后面这个 第一炮是龙凤城祥 他的意义就是求和 家和万事兴 第二炮呢 万古流荒 这是求财 而且这个财要富及自身后代 所以第二炮抢的人特别多 虽然抢的人很多 但大家似乎失去了方向 不知道第二个铁环 现在究竟在谁手里 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 正在搜寻的人们一拥而上 就在这边抱成一团 抢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那边有个貌似打酱油 看热闹的人 溜达到裁判身后 突然掏出了铁环 据说这个队伍这次一共来了十个人 就是冲着这第二炮来的 之前还做了战略战术的部署和准备 机会果然更加青睐 有准备的人 我们看这几个人 好像是刚才抢到第二炮那个队伍的 第三炮竟然又被他们抢到了 第二炮的财 第三炮的名 今天他们可以算是名利双收了 台上摆放的是花炮的炮头 就是谁抢到这个炮头以后 就会送到他家里面去 他会把它供奉起来 热闹的活动结束了 村里早已经准备好了百家宴 洞在百家宴的特点 一个是敬酒歌 一个是转桌 转桌就是大家端着碗 转着桌地吃 每桌的菜都不一样 这里吃一口 那里吃一口 每道菜都尝尝 敬酒歌对洞家人来说 是他们的代客之道 如果客人来了 不唱敬酒歌 不敬酒 就像家里来了人 不跟人家打招呼 不过这敬酒歌 可不是白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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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大了 降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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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喔~~~~~ 有了~~~ 花~~ 願不得可憐 心裡還漫長 彭彥彭佳的白條 無人心不永安堂 愛大人 平安 好~~~~~ 好嗎啦~~ 哎呀 哎呀 七杯 還有六杯 六杯 六杯 七杯 八杯 九杯 九杯 十杯 十杯 每年的二月二 在歡歌笑语中落下帷幕 傳統與現代的碰撞 讓梅林村的二月二更有活力 延續了幾百年的傳統節日 如今有了不同的意義 以前閉塞的大山 現在敞開胸懷 歡迎八方來客 對於走出大山去外地打工謀生的年輕一代 也更需要一種力量 把他們的心留在這裡 在梅林村的這幾天 我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 我們洞族人愛熱鬧 村民們不僅是多才多藝 而且對待村裡的活動 熱情是特別高 出人出力 這還不算 而且還出米出肉 二月二的民俗活動 在梅林村已經延續了幾百年了 以前只是村民們自己小範圍的慶祝 現在梅林村的二月二名氣應該說越來越大 廣西的 貴州的 吸引來的 人們也都越來越多 而這次搶花炮的活動當中 三個花炮 都是被鄰近的 貴州一個村子的人給搶走了 我們就問他 問村里人說這個花炮 你看都讓別人給搶走了 會不會覺得有點遺憾 他們回答得非常爽快 說不遺憾 搞活動嗎 就是為了讓大家熱熱鬧鬧的 你這自己玩它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好了 主委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您想了解節目的更多內容 請關注我們的官方網站 農事網 農事網官方 微博微信 移動客戶端 以及央視網查詢瀏覽 中國有多奇 鄉土告訴您 下期節目再見 平潭島上的漁民 很多住在石頭錯裏 他們使用古老的石舊 做傳統的鮮食 希望帶來好運 漁船出海很少能滿載而歸 近海養殖也會受到赤潮颱風的威脅 礁石縫底難看的海賴子卻很美味 討小海成了漁民謀生的方法 下期鄉土走進福建的平潭島 看一些漁民的勞動與生活